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是来分享电影 看电影心得啦 就是我昨天去看了电影 叫做80年90后的童年回忆 就是Digimon Last Evolution 这个是它是讲的是 Digimon数码宝贝的 大冒险 然后最终进化 最终的进化 然后它是有关心到 然后友情 还有那个数码宝贝们的 那些感情牵绊 然后就 而且这个电影真的是 它并没有让人想象中的 失望然后就 哇,真的是你一定要去看 好吧,接下来你就是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预告,分享 那是Digimon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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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Digimon的 你应该可以去看 有的 是Digimon的 你应该去看 把你接下来看 你应该去看 但是 就算是Digimon的 像是Digimon的 这就是我们的最终的新链吧 Digimon Adventure Last Evolution Kizuna 开机 就是有最熟悉的BGM啊 就是叫Butterfly 一看到Digimon就是会播的那个音乐 那个是最熟悉的BGM 而且我一听到那BGM我对眼泪就飘了 他就是有讲到那八个号召的孩子都长大了 然后长大了 可是他们对数码宝贝的那个爱有情都没有改变 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那种那个画面是很感动的 就讲有情 除了有情还有数码宝贝之间的感情牵绊着 就觉得很感动 所以你们还没有看的 赶快去看这个全马GSC电影院有上映 我上网查了那个Cinema是没有上映这部电影 所以你要去GSC或者是其他电影院应该会看得到 然后因为最近MCO的期间 所以那个导致那个电影的上映的那个可能时间会比较短 然后每天的产次也是可以看得到 但是就是会比较少人去看 所以要去支持一下 然后7S1号就开始上映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赶快去看 就如果你有看过 你没有看过这个动漫也好 你也可以去看一看 真的很感动 早时候的回忆啊 睡衣 真的我觉得很棒 而且大家都说看了很感动 这部好评 然后真的会流泪走出电影面哦 所以你们真的很好奇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咯 好再见啦 支持和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是夏宁 如果觉得我的频道不错的话 记得订阅我哦 然后你就会看到我最新的影片 有时候会拍一些游戏的 然后出去work啊 然后开箱之类的 好谢谢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五星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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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